缅甸示威潮遍地开花 民众又深陷武力镇压的危机 我们精选头条焦点马上来关注 军方2号再度血腥镇压 朝着示威群众开枪 至少20人受伤 3人命危 甚至还有记者半夜待在家也被逮捕 只好开直播向外界求救 英国政府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5号针对缅甸情势召开紧急会议 还有东协也开会呼吁军政府停止使用暴力 但军政府显然没有把国际压力放在眼里 继前一天翁山被添上两项罪名之后 缅甸总统也背上两条新罪名 其中包括违反宪法 仰光街头枪声大作持续几十秒 民众惊慌逃窜场面混乱 缅甸的反正变示威演变成为暴力镇压 在东北部城镇卡尔 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寄出水炮车催泪瓦斯攻击 当地医师突估至少有20人受伤 其中三人被实弹分别击中腿部 胸部和腹部性命垂危 从自家阳台高声呼救 缅甸民主之声记者 二号晚间在军方闯入抓人时直播求援 连同他在内已有多名记者 因为拍摄街头抗争而被逮捕 甚至知名作家詹欣诗 只要批评军方 这会成为眼中钉 一个一个被消失 东协外长召开特别会议 呼吁军政府释放翁山苏姬 停止用武力对付人民 东协成员国之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接受英国BBC访问 谴责政变的同时 也质疑国际实施制裁有用吗 被罢出的总统温敏三号 又被追加两项新指控 包括最高可处三年徒刑的 违反宪法罪名 显示缅甸军方面对国际声讨 依旧肆无忌惮 华运新闻苏恒安综合报导 先前美国国会暴动案件 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 二号首度出面作证 否定暴徒是假穿粉 详细内容 沿线给国际中心记者 林柏宏告诉我们 柏宏 是主播 美国一月六号发生国会暴动 令全球高度震惊 外界部分人士认为 闯入国会的暴徒 是前总统川普的假支持者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 二号首次在国会作证 否定了这样的说法 并说这场暴动 被FBI视为国内的恐怖主义 我像你所见过的 我们那天的暴徒和灵状 我感到你 我们国家的选择领导 被冤犯在这场暴徒 那些暴徒 那些暴徒 是犯独的行为 简单和简单的行为 我们FBI 视为国家的独立犯 瑞一表示 当局已逮捕 270多名涉嫌参与暴动的分子 其中有多人面临联邦指控 也正在调查美国境内2000起恐怖主义个案 强调如果当局无视这种暴力行为 民主制度就再没有立足之地 也会被人嘲笑国家的法治 事情要对不法人事就责到底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遭到下毒的案件 美国最新宣布 由于情报机构断定 俄国当局就是幕后主使 宣布将会制裁多位俄国的重要官员以及企业 目的是为了展现 拜登政府比前朝川普时期立场更为强硬 但消息一传出 立刻引来俄国外交部严厉声明 还与国际中心记者郑于轩 带我们掌握制裁最新发展 好的主播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 包括俄国联邦安全局局长波特尼科夫 及俄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在内 等7位官员都将遭到制裁 包括签证限制 在美资产冻结 白宫也表示美国将实施 对俄国出口生物或化学制品新限制 官员声称就是要让俄国清楚知道 使用化学武器的下场 欧盟也在同一时间宣布 将制裁俄国总统普丁似为亲信 消息一出俄国随即批评 美国是靠抹黑他国 转移自身问题焦点 俄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美国自己都违反一系列国际条约 无权对他国指手画脚 呼吁美国不要煽动对抗 并警告对于美国制裁 俄国恐怕会被迫做出超出对等的回应 连年内战的叶门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道救援危机 除了战争之外 2020年的疫情冲击 导致的货币还有经济崩溃 使得叶门的处境雪上加霜 联合国表示需要38.5亿美元 才能够阻止情况恶化 小女孩骨瘦如柴 小心端着手上两杯牛奶 要和家人一起享用 在燕门首都沙纳的这个营养不良治疗中心 却是许多人难得补一下的唯一机会 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强糊口 这一家四口只能够窝在一个小房间 持续六年的内战 让叶门人民饱受摧残 经济更倒退超过二十年 联合国更警告 叶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八成的人民亟待援助 四十万名五岁以下的儿童 恐将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丧生 为了应对叶门的人道危机 联合国表示需要投入三十八点五亿美元 一号更特地举办线上认捐会 结果却只募得十六点七亿美元 连一半的金额都不到 主因是拨完国家捐助的金额不如以往 联合国指出光是要避免夜门 超过一千六百万人面临饥饿 就需要十九亿美元 更表示几个月后将再次举办募款会议 希望能及时挽救夜门 免于陷入数十年来 世界最严重的饥荒 华尔新闻陆小平最后报道 2021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 在3月2号出炉了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以将近5.5兆台币的身价 挤下了亚马逊CEO贝佐斯 首度成为胡润榜的世界首富 还要带您介绍谁是亚洲首富 把时间交给记者林博红 博红 是主播 世界首富换人做了吗 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出炉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一年已增加1510亿美元的财富 相当于4.2兆台币 身家达1970亿美元 相当于5兆4900多亿元台币 首度成为胡润榜上的全球首富 几下先前蝉联三年榜首的 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 身家达1890亿美元 相当于5.2兆台币 此外第三到五名 依序是明瑞宣尼斯 路易威登集团掌门人阿尔诺 微软公司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 以及脸书执行长祖克博 至于亚洲第一首富 就是中国的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 他以身家达850亿美元 约2兆3700亿台币 名列第七 成为首位挤进全球前十的 中国企业家 钟闪闪当过建筑工人 去年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筹资11亿美元之后 赚进财富 根据这项最新统计 中国去年创造259名 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 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主要原因就是股市蓬勃发展 以及大量的新上市公司出现 减缓了新冠疫情 对富豪财富所造成的冲击 美国现在集中火力全民拼施打疫苗 而总统拜登就宣布 默克药厂将会协助生产浇生疫苗 对外更是挂保证 5月底就足够全美的成年人施打 美国全力冲刺疫苗产量 总统拜登一线声又公布振奋消息 预计到5月底新冠疫苗将足以让 所有美国成人施打 比原先计划提早两个月 拜登宣布援引国防生产法 让制药厂两大劲敌 吸手合作 默克会协助交生制造新冠疫苗 交生自己也将进入24小时体制 产现全天不中断 将有助大幅提升产量 弥补交生先前落后进度 根据统计到2月底为止 全美有4977万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占总人口的15% 其中2477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不过临近的墨西哥疫苗供应情况陷入瓶颈 总统罗培兹一号跟美国总统拜登 视讯会谈 亲口要疫苗却遭到拒绝 随后白宫开记者会表示 拜登政府的防疫重心 主要都放在全美民众 强调美国优先 暂时无法分享疫苗 全球中抢疫苗 霍西哥总统罗培兹一号亲自出马 向美国总统拜登视讯要疫苗 却碰了软钉子 法新社报导 美国目前接种计划 是取得7600万剂的疫苗量 确保两成人口完成两剂接种 不过面对盟友 拜登政府态度很完整 强调会和邻国分享 只是还不是时候 相调美国仅一线资格的墨西哥 境内接种量至今只占全国人口1% 甚至陷入疫苗短缺危机 为了疫苗 墨西哥总统在视讯会议中 动之以情 似乎难以奏效 目前墨西哥境内确诊曲线 起伏剧烈 单日染疫数在2000到7000例上下徘徊 不过境内防疫措施逐步松绑 包括开放电影院和健身房等娱乐场所 民众表示对疫情感到害怕 但希望透过提高防疫认知来遏止疫情 华语新闻 严心仪 综合报道 防疫也是日本的当务之急 由于东京疫情降温的速度缓慢 媒体指出东京都跟周边三个县 将会主动要求中央政府继续延长紧急状态 两个礼拜 日本首都圈东京一都三县紧急状态 即将在本月7号起满 但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根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 东京都因为考量到新增病例 减少速度趋缓 担心解除之后疫情会再度升温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预计和千叶县神奈川县 以及祈遇县开会协调 是否继续延长再跟中央反应 这一都三县的居民人数 大约占日本总人口的三成 特别是东京奥运将在7月23号开幕 距今剩下不到150天 不过东京奥运圣火 预定本月25号从福岛开跑 所以延长时间可能以两周为限 政府本周也将召开专家咨询会议 按照新增感染人数和病床使用率进行评估 由首相菅义伟做出最后决定 聚焦日本防疫是当务之急 由于东京疫情降温的速度缓慢 媒体指出东京都跟周边三个县 将会主动要求中央政府 继续延长紧急状态两个礼拜 对此日本首相菅义伟比较倾向同意 最晚预计将在4号傍晚做出决定 5号就会正式宣布 随着疫情持续没有降温 日本政府呼吁企业干脆让员工在家上班 特别是东京 很多商办大楼现在变得冷冷清清 空污率突破5年来新高 最新统计就指出这一年来商办空污增加的面积相当于16个东京巨蛋 根据了不动产业者分析 因为办公空间需求量降低 也让出租小型办公室反而变得非常热门 租金也跟着水涨船高 东京车站周边商办大楼林立 但中午用餐时间上班族身影却是零零星星 新冠肺炎疫情下 日本加速推动上班族远端在家工作 这也让办公室的空间需求缩水 连带对商办大楼的出租市场造成影响 以东京都内中央千代田新宿等淡黄区来说 根据调查今年1月份 商办空屋率4.82% 连续11个月上升 更突破5年多来的新高 办公室平均租金则持续下滑 来到每平21846日元的水准 如果以办公室空屋面积来看 2019年底到2020年12月 一年就暴增到近三倍之多 增加的面积相当于16个东京巨蛋 毕竟现在使用办公室的那个越来越少了 而且都往户外去 郊外去搬迁 所以在东京都内的话 他对于大型的办公室 相信来讲就是比较辛苦 大公司以前的需求是要很大的办公室 那是因为现在都在窄的话 他们根本不进办公室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那些空间 那小型的办公室有一些人 他觉得他还是需要 需要在公司里面稍微商讨一下 什么事情的话 都市大型商办需求萎缩 相较之下小型办公室逆势上涨 根据日本业者统计 疫情开始后2020下半年度 东京主要地区50坪以下的小型办公室 平均租金比前年同期上涨1.1% 25坪以下的超小型办公室 则上涨1.5% 出租物件数量在去年第一次 紧急状态解除后也急速增加 因为我在想这个疫情大概在人的脑海中 应该会还是会记忆 记忆还是蛮深的 所以可能会还是大家还会比较担心 因为房租毕竟是最大的成本 暂时还是会分享的这种东西 或是小型办公室应该会是比较热门 业者预估小型商办热潮 短时间还会持续 但反观一栋栋的超高商办大楼 在疫情还看不见终点的情况下 显得格外冷清 怀宇新闻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在德州疫情减缓之后 二号州长签署行政命令 允许企业全面复工恢复营业 最新消息我们交给怀宇记者 林柏宏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 美国近日逐渐走出疫情阴霾 德州每日新增病例数也稍有减缓 从每日新增超过1万多例 降至7000例以下 德州州长二号签署行政命令 允许企业全面恢复营业 也不再强制民众佩戴口罩 So today I'm issu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that rescinds most of the earlier executive orders effective next Wednesday all businesses of any type are allowed to open 100% 爱伯特在记者会上表示 德州目前失业人数倍增 企业产能缩水 而目前当地疫苗接种人数创新高 促使州长认定是时候开放德州了 然而根据统计 德州目前累计的新冠病例数 仍达267万多人 仅次于加州高居全美第二 还不能对疫情掉以轻心 爱伯特强调取消口罩的佩戴令 不是终止个人的防疫责任 只是不再需要国家下达的强制令而已 根据统计除了德州之外 包含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根州等 也都已经取消口罩的强制佩戴令 尽管爱伯特已经签署行政命令 白宫抗议小组高级顾问斯拉维特 仍表达不同意见 认为戴上口罩并不影响德州经济 希望爱伯特重新考虑此项命令 镜头转到美国 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加州 随着疫情降温 现在也要想办法赶快 让这个孩子重返校园 州长纽森宣布要大撒币 花费66亿美元 帮助公立校园重新开放 但是后续要如何避免病毒入侵校园 我们来看看加州的做法 草皮上搭起五颜六色帐篷 父母带着小孩就坐在里面 读书写功课 面前还摆了张卡片 写着我想念学校 目标是要评认 孩子们在过程中 他们在过程中 并且在洪水上 他们在冬天上 来看看什么事 让他们不知 不知这些事情 他们也想出现 和他们在一起 美国加州公立学校 从去年3月疫情爆发至今 已经关闭快一年 现在随着疫情明显降温 疫苗也问世 为了给学生更好的教育成效 以及让家长安心复工就经济 州长纽森祭出银蛋公事 孤立公立学校 三月底前尽早开放 纽森希望下周和州议会达成协议 最高警戒等级紫色区 恢复二年级以下面授课 次一级的红色区 校学需要全面复课 初中和高中 至少也要一个年级复课 当然学校得在3月31号前 达成防疫环境要求 否则从4月1号开始 复课补助金就减少1% 尤其紫色警戒区的学校 学校教职员都得做筛检 而从3月1号起 加州教职员都符合接种疫苗资格 不过有些学校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也该优先接种 校车司机在孩子上下课前后 都会消毒一次 学校工程师尽管人力短缺 还是得帮超过120间学校 保养空调系统 都是为了让学生 能安心回到校园 这些学校前线人员 也希望政府提供相应医疗资源 让他们能更好为美国未来 洞梁 尽一份新力 环宇新闻 郑余轩 综合报导 好 继续来掌握全球疫情最新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1亿1500万人 超过256万人不幸染疫身亡 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美国曲线走势持续下探 上周高峰一天确诊超过8万例 最新通报5万6千多例 总统拜登宣布到5月底前 疫苗产量就足够让全美成年人施打 法国疫情依旧吃紧 每天确诊病例以2万多人速度增加 3号再新增2万2千多例 政府考虑进一步管制 包括全国封城或疫情严重地区周末封锁 英国曲线快速下滑中 从上周动辄8、9千例 目前下降至6千多例 官方数据显示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 对于老年人都非常有效 能降低8成住院几率 西班牙疫情也呈现趋缓 将近半个月新增病例不到1万 过去24小时增加6千多例 3月底有连续假期 多数地方政府都赞成维持边界封锁 德国疫情降温速度稍有停滞 上周仍出现单日破万例 3号降到6千多例 总理梅克尔有意延长封城到28号 但会从下周开始松绑部分的防疫措施 接着看到亚洲南韩情况控制不易 单日确诊不时超过400人 最新通报444人 近日首都圈超过90位移工染疫 以着手队将近4千名外籍人士筛检 日本情况见有起色 3月起新增病例都在千人以下 过去一天增加888人 但东京不敢贸然解封考虑请求中央 把紧急状态延长到本月下旬 印尼曲线震荡下行 一周内从8千多人确诊下降到6千多 3号再下探到5千多例 只是其中两人遭到英国变种病毒感染 也是变种病毒株首度入侵 越南近期疫情稳定 最第一天只确诊个位数 最新有24人染病 防疫优秀带动经济表现 越南股市今年以来 涨幅已超过5% 在东协国家中成长力道最强 马来西亚曲线频频起伏 上个月经见3500例高峰后 逐渐下滑 目前是来到1500多例 大马已批准中国科兴疫苗 但有附带条件 后续必须要提交更新数据 印度疫情出现回温 2月底一天新增 1万7千多人染病 3号也超过1万5千人 北部的喜马杰尔邦一处4月 至少150名僧侣感染 引起当地恐慌 非洲奈吉利亚的电影产业 蓬勃发展 而奈利乌就属于当地 最大制片中心 为了要透过电影 传递各个文化之间的差异 有制作人特地加入了 印度宝莱乌色彩 借由婚姻与爱情故事 带起创新话题 这是我的宝儿 他是投资投资客 他是单身 这是DiDi 她是宝贵 她是判官 她非常单身 印度结合非洲风情的爱情喜剧片 才一释出预告片 就获得两地观众热烈关注 已经5.2亿观感染了 你可以看看 在推特上已經超過1萬億 近幾年 非洲最大電影發源地 奈吉利亞的奈利烏發展規模不斷擴大 這次製片業者參考寶萊塢特點 家住 印度色彩 我們想要做一些比較相似的 所以這是一種納利屋的電影 但是我帶了一些印度演員 讓它更有趣 除了透過寶萊塢風格吸引觀眾眼球 最大目的還是要經由電影製作 來傳遞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 愛情和婚姻相遇時 所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 我認為我最喜歡的東西 是討論的訊息 這是美麗的 在享受你的相似 我住在一個印度的家裡 我認識了納利烏的文化 很興奮 即使每個人都覺得 《納馬西娃娃娃》的文化很不同 我們其實都很相似 我們全都在一起 非洲和印度跨文化碰撞 也為奈利烏電影市場 開闢出意想不到的另類新雙機 歡迎新聞陽晴綜合報導 提醒家長們留意 美國知名的兒童繪本 現在傳出可能涉及 種族歧視要停止出版 最新消息我們交給環宇記者 林柏宏 好的主播 3月2號是全美閱讀日 也是已故經典童書作家 蘇斯博士的生日 不過蘇斯博士的公司 卻在此時發表聲明 表示旗下六本童書 包含我在桑樹街看到的一切 如果我來經營動物園 麥克萊格的水池 斑馬之外 超級炒蛋和貓的提問者 因為書中多幅描繪 亞裔和非裔的圖畫 涉及種族歧視 將停止出版 由於蘇斯博士出版的書籍 除了在台灣是不少家長 讓小朋友閱讀的童書 在美國也深受當地家長喜愛 甚至是美國小學的指定書籍 消息一出各界嘩然 有民眾認為 沒必要塑集既往 同時大嘆可惜 我有兩個孩子 所以他們很愛這些書籍 我認為是很可憐 不可以唸這些書籍 他們可能會享受這個書籍 無論理解內容 所以他們可能會要注意 一些細節很重要 對於停刊的消息 蘇斯博士的妓女表示 蘇斯博士沒有種族歧視 但也認為停刊六本作品 是明智之舉 這六本作品 是在1973年至1976年問世 如今遭到停刊 書本價格也水漲船高 其中一本出版 一度在Ebay 飆升到810美元 相當於2萬多塊台幣 不過蘇斯博士 最受歡迎的作品 並未受到影響 巴基斯坦第一大城 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卡拉奇 因為境內經常傳出 隨機刑場等等 犯罪猖獗的行為 警察部門特別訓練出 一批直排輪警察 專門可以在 比較狹小的巷弄 靈活執法 希望可以有效打擊犯罪 穿著直排輪 賀槍實彈演練 巴基斯坦近來 正在特訓一批 直排輪警察 要特別打擊 街頭犯罪 一個接一個 在階梯上下滑行 有些貌似還不太熟練 但受訓的警察 卻說很受用 強調直排輪機動十足 但當地路況惡劣 人行到高地不平 似乎難以克服 治安死角 而訓練畫面中 警察們配有大型武器 也引發安全憂慮 官方指出 目前只配置手槍 人力集中在犯罪熱區為主 目前警方陸續在繁華街區展開巡邏實戰 也引來不少關注 能不能有效遏止犯罪 還有待觀望 但直排輪親近人群 不少民眾直說安全感十足 終於對執法有感 環語新聞 顏欣怡 綜合報導 接著帶您關心 美國南加州發生了嚴重車禍 一輛載有27人的休旅車 跟裝滿碎石的大卡車相撞 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12個人受傷送醫 最新情況 希望國際中心記者林柏宏 有更多掌握 柏宏 是主播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 一輛休旅車 被一輛運送碎石的大卡車撞上 車身變形凹陷 美國加州南部2號早上 發生嚴重車禍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12人受傷送醫 然而當地官員指出 這輛休旅車似乎嚴重超載 根據規定 美國一般休旅車的合法 搭載人數為8人 但這輛車內 卻載了27人 車輛裡沒有足夠的安全帶和座位 因此發生車禍時死傷嚴重 而大卡車駕駛也受傷送醫 海關和邊防局表示 休旅車上的人數不尋常 目前無法確定乘客的身份 和他們是否非法入境 也有可能只是農場工人 目前當局正在調查超載的原因 另外前總統府發言人丁允公 因為涉及桃色飛聞 遭到監察院彈劾 最終有可能終身 不得擔任公務員 今天他跟小18歲的現任妻子 也一同現身懲戒法庭 丁允公重申 他絕對不接受監察院有關性騷擾的指控 一身回西裝前總統府發言人丁允公 在小18歲的妻子蔣婕余陪同下出席懲戒法院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兩人手牽得緊緊的 面對外界疑問桃色緋聞的真相為何 蔣婕余搶先替丁允公報區 金錢的鎖討前後將近五十萬元 我這邊都有一些當初有貼出來的 拿出手機秀出歪女透過通訊軟體鎖討金錢紀錄 也不滿監委調查內容根本太過偏頗 衣服完整在餐廳裡面的單純的合照 如果貼出這樣子的合照屬於是性騷擾的部分 貼出來他主動給週刊的照片 是兩個人沒有穿著衣服的床照 這樣的照片難道不是對於我先生的性騷擾嗎 性騷擾等等的這個指控 那我認為這個是偏離事實的 能夠讓事實澄清各位的公道 丁允公的爭議得從去年九月說起 去年九月九日被爆出時任高雄市新聞局長期間 在辦公室與女記者發生親密行為 而且該名女記者三度懷孕 丁允公卻以政治前途為由要求對方墮胎 甚至也傳出丁允公訂婚後仍劈腿多名女子 遭監院認定任官期間損及政府信譽 那談合通過的話你會還想要上訴嗎 這個我們都到時候再研究吧 我今天站出來會有我來講這些話的很大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我是女性 因為這社會不相信男性所講的話 夫妻兩親上火線面對輿論 不過根據工程法被彈劾的公務員 處分從休職降級寄過之外 最重就是免職 也就代表終身不得再任公務員 丁允公過去的風光恐怕回不去 承接法院也將在3月24宣判 歡迎收看我們後續另外一集台北報導 再來關注等了好久 台灣首批新冠疫苗終於到了 今天早上有11.7萬劑AZ疫苗送到台灣 指揮中心證實這批疫苗並非是來自疫苗平台 而是台灣訂購1000萬劑疫苗的其中一部分 目前已經在冷除物流中心等待食藥署封兼檢驗 指揮官陳時中也說這個消息來得突然 連他自己也是早上9點鐘才知道 這批疫苗會讓第一線醫護人員優先接種 食藥署也立拼7天內放行施打 苦等好久 新冠疫苗終於來了 第一批AZ疫苗一共11.7萬劑 在3號上午10點21分 由韓國航空送抵桃園機場 連警察也出動互送 畢竟疫苗現在可是珍貴資源 而這批疫苗是台灣直接向AZ原廠洽購 不過AZ送貨超神秘 就連指揮官陳時中 也是早上9點班機都起飛了才知道 好朋友隨時要來我都不反對了 但能夠早個一兩天跟我們講 是比較好 那不過因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很早就相關的這些 怎麼樣來到那倉儲的準備 通關的準備 對 而目前疫苗已經運送到冷除物流中心 等食藥署檢驗封間完成 最快7天就能放心開打 只要只能講說7天 但我相信在第一批第一次要準的 應該是會更謹慎一點 除非有什麼特別疫情上面的一個必要性 那否則我們不需要這麼趕 而這批AZ疫苗是採多劑型包裝 每瓶10人份 在一般冰箱設施2到8度 就能保存 每人需施打兩劑 不過指揮中心決議 這11.7萬劑先讓11.7萬人 一人一劑先打完 那我們希望能夠先讓 這11萬人先有這 22天後有71%的保護力 所以這範圍比較大是比較好的 而第一波施打疫苗的 將會是照顧新冠肺炎專責醫護 第一順位是直接照顧個案的人員 一共5萬多人 接著輪到非直接照顧個案人員 大約12萬人 如果11.7萬醫護人員打完第一劑 22天後就能擁有71%的保護力 讓防疫第一線布下安全網 布桃的案子 如果那時候在第一線的人員 都有打疫苗的話 那布桃這樣的一個群聚 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那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等疫苗等到真的 雖然終於等到第一批AZ疫苗 不過其他疫苗核實來 還是未知數 COVAX跟BNT 目前也都是已讀不回 台灣的疫苗進度 變數還很多 歡迎新聞陳明諺 楊哥陳麗婷 開北桃園報導 這11.7萬劑疫苗 要怎麼分配 目前傳出可能以國門出入的 桃園和醫療重症的雙北市 按照優先順序施打 不過韓國才傳出 有兩人在施打AZ疫苗後死亡 民眾也擔心接種風險 另外韓國 德國都認為 65歲以上的人不宜施打 台灣為何沒有跟進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大批警力借戶下載著AZ疫苗的冷凍車 下午1點40分離開桃園機場 不過要送到哪行程保密到家 雖然一切來得無預警 但疫苗總算抵台施打計劃也能啟動了 2月20號已經完成 11家急救責任醫院的 這個醫護人員的造冊 我想這個部分會列為最優先 國門出入的桃園和醫療重症雙北市 可能最優先施打 其中醫護人員更是第一波的施打對象 我現在只能排第二波打而已 第一波還是這個 醫院裡面的防疫人 我只能排在這個這些人的後面 叫做防疫的行政人員 所以還輪不到我打 首批來台的AZ疫苗使用 猿猴腺病毒載體 打第一劑身體可能產生腺病毒抗體 第二劑至少要隔8週以上才有效力 打完約有7成保護效果 而且價格平價 保存上不需額外買冷鏈 因此成為台灣首選來台的疫苗 不過施打上真的沒疑慮嗎 AZ疫苗使用猿猴腺病毒當載體 民眾就怕把猴子病毒打入人體 會有其他病況 它只是一個透過這個載體本身 是讓我們的免疫系統去認識它 所以並不會有所謂的猿猴類的這個病毒 說會造成我們感染 雖然不會有感染疑慮 但近期韓國傳出兩例個案 疑似施打AZ疫苗後死亡 讓民眾更擔心接種風險 是以前有常常過敏的情況 所以你再去打的時候 可能要跟醫師做比較好的一個諮詢 讓我們的醫師幫你做判斷 對某些藥物會很厲害的過敏反應的時候 比較建議暫緩接種 簡單來說自體免疫系統疾病者 懷孕婦女和年紀太小的 因為臨床資料少都不建議接種 而各國在65歲以上施打狀況 似乎也不一樣 世衛組織公布AZ疫苗部分年齡都能打 但韓國 德國只開放65歲以下施打 那台灣呢 他認為臨床的數字不足的情況之下 所以暫時不予施打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 對65歲以上 甚至75 80以上的這些 這些成年人的效果是沒有的 11.7萬劑的AZ疫苗 得經過品質檢測和取樣檢查 拿到疫苗身份證 最快7天後第一線醫護人員 就能夠開始施打 黃宇新聞 郭彥廷 陳明彥 黃雲竹 台北桃園報導 雖然第一批疫苗才來11.7萬劑 不過也讓台灣疫情解封露出曙光 包括美國德州解除口罩令 英國 日本等國都因為施打疫苗後 逐步放寬解封 台灣預計何時可以解封呢 專家分析 雖然世界各國開始施打疫苗 但還是要看台灣的施打率 保護力 以及對變種病毒的保護抵抗力等等 短期內還是不能輕易拿下口罩 否則可能會再度出現大流行 各國疫苗陸續開打 覆蓋率也逐漸加大 美國德州更宣布 10號開始取消戴口罩禁令 而台灣也拿到第一批AZ疫苗 距離解封不遠了嗎 還是會擔心其他國家的應對措施 或是什麼之類的 6月到10月中間 全世界的疫苗 很多國家包括歐洲跟美洲 打到超過50%以上的 那麼這個時候來談這個解封才有可能 台灣何時能解封 更為專家認為現在還太早 畢竟出國旅遊 南方國人不會把病毒帶回台灣 而包括疫苗數量民眾施打率 施打後產生的保護力 以及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抵抗力等等 都是何時能解封的變數 而除了疫苗之外 還得嚴守防疫措施 公衛的政策是不是要來做相關 公衛的這種預防的政策 怎麼樣來配合疫苗施打來做開放 那現在離那個還有一點距離 疫苗有些是90%的效果 有些是60%70%的效果 所以你綜合打下去 要讓人口65%的人口有保護力 你目前拿到疫苗 可能是不足夠的 可能要到2022年 說不定有機會 勉強接近群體保護的這個 那條線 向解封出國 除了台灣疫苗覆蓋率 需達到6成5 才有群體免疫效果 拿到第一批疫苗之後 是消除台灣疫情的開始 距離抗疫成功 拿下口罩那一天 還有一大段距離 歡迎新聞紅須另外一日 台北報導 我們就來進一步探討 11.7萬劑的AZ疫苗 3號早上突然抵達桃園機場 連指揮官陳時中都說 他也是早上9點鐘才知道 這也引起外界質疑 疫苗來台指揮中心真的 事前完全不知情嗎 甚至連疫苗落地後 卻還是不願意證實 可以理解指揮中心在爭取 疫苗過程中的困難 但是飛機都已經落地台灣了 官員們何以如此低調 是怕政治力介入 還是指揮中心完全無法掌握 難道不能讓台灣民眾先知道 疫苗來台的進度嗎 帶您來看我們這麼說 News Talk 可能對陳時中來講 他也不是要搞神秘 就是他也不清楚 到今天下午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11萬劑 不是COVAX的20萬劑 是我們自己花錢訂單的那11萬劑 所以這個數字 因為它是一個機靈的數字 所以它會出現一個 在後續疫苗調度跟調配上面 其實會有蠻大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 可能自己也不清楚 而且顯然這個 在跟原廠的聯絡上面 不是很通暢 否則原廠怎麼會不通知你 然後先把貨寄過來 這個我們覺得 狀況實在很特別 購買疫苗這件事情 好像是不是超支在我 所以他很難去掌握 這樣子的一個買疫苗 所以在專案報告裡頭 我也提點他就是說 我國的疫苗政策到底是什麼 那買的話其實 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在出現第一例疫情到 買到疫苗才11個月 可是我國在買疫苗的這件事情上面 好像感覺上 都不是陳時中部長可以掌握的 他有時候也不要太照神 就是說對買不到 或者是對疫苗的掌握度 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可以陳時一對 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可能也已經知道了 因為經濟的關係 因為貿易的交易的關係 因為可能一點政治的因素 我們在取得疫苗上面 有一點碰到一些小小的阻礙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低調一點 反而把安全的東西 先確實運進來 運進來之後 確實到了家裡面 確實是可以用的 然後法律趕快 讓它一切都合法化 大家趕快去運用 因為不要忘記了 這個東西的保存 還有很多的挑戰 所以不要因為一些行政作業 反而又在耽誤了很多事情的話 那就是不是大家樂見的 我們明明訂的是一千萬劑 怎麼一千萬劑裡面只給我十一萬劑 也不是一個標準的數 甚至不是一百萬劑 不是十分之一 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左右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分配 下一批怎麼來 因為它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十一萬劑呢 如果你很確定 三週之內 會有第二批十一萬劑來 你十一萬劑可以先打十一萬人 可是如果你不確定下一波什麼時候來的話 你十一萬劑大概只能打五萬人 因為你要確保三週之後還有第二劑 所以光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指揮中心現在很頭大 事實上他光進來他就要傷腦筋了 到底要先打給誰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還是說境外的這些工作人員 我想這個都是他的困擾 那一樣就是說 疫苗是大家國人所期待 我覺得他應該能夠定時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非常高興樂見到這種情形 因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都是第一個會面臨到這些挑戰 尤其我們在國外現在很多還是進來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疫情 多半都是從國外帶進來的 醫護人員第一個優打 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 那當然第二個正確的方向 應該還是在第一線 那他們在前面守的時候 我們在大後方才能得到一個 非常安全的一個保障 政治焦點 國民黨主席選戰熱烈開打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 日前還透過臉書發文 提出了專職黨主席 立刻被解讀 是對想要選總統的朱立倫 趙少康出招 也是對具有立委身份的江啟成逼宮 不過江啟成對此回應 他說他不認為被逼宮 也尊重黨員提出的意見 大呼口號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舉辦青年營 決心拉攏青年選票 不過江啟成眼前面臨的黨魁之爭 讓他一個頭兩個大 連勝文臉書PO文表明 國民黨主席 無私很難嗎 他認為未來的主席 應定位為專職黨主席 不應再去爭取公職選舉提名 換句話說 選總統選立委都別想 這番發言也被認為 勢在逼宮江啟成 只是尊重多元意見 這恐怕也被認為是藍營內鬥不斷 不要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就認為這是一個內鬥 民進黨本身也有很多的聲音 身為一個黨主席 他應該更有很大的一個民意的基礎 那民意基礎如果擔任公職的話 其實兼任也是一個可行 而且只要你把績效做好 到底是專職或是兼職 這其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考量 國民黨黨魁選戰7月開打 各方人馬蠢蠢欲動 是走向分裂還是和諧共處 外界至今摸不著頭緒 黃宇新聞 林志鵬 楊紫玉台北報導 好 連勝文的發言被解讀是在逼溝 也有不少人勸禁他選黨主席 連勝文今天也鬆口 表示會認真嚴肅考慮 雖然還沒有正式宣布 但是連勝文的幕僚 已經成立了新聞媒體群組 種種動作也代表連勝文參選的機率 越來越高 從今天開始我跟大家 我們會認真的 嚴肅的去考慮 我們會開始真的認真的去看待這個事情 認真嚴肅看待的 就是要選國民黨主席一事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 更主張專職黨主席 被外界解讀是逼宮將啟程 表達我們自己的理念為主 我們不想針對特別的個人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專職的黨主席 來確保黨內所有的運作 特別是總統提名 公平公正公開 也希望這個黨的主席 能夠花更多的時間 專注在這個黨的事務上面 提出多項主張 也看得出參選主席的企圖心 不過連勝文要挑戰主席 有哪些勝選條件 也成為討論焦點 像是年輕有熱忱 面對綠營戰鬥力強 加上連家人脈雄厚 以及老婆蔡醫生 形象良好大加分 但由於連家權貴形象 成為最大包袱 沒有經營基層以及勝選的經驗 如何帶領國民黨打贏選戰 也是一大問題 所以這個黨主席如果說 沒有經過民意的考驗的話 或是說這個選舉的這個的話 可能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在打選戰方面 黨主席就是你要把選舉 變成政黨面的選舉機器 是不是會比較有疑慮 第一個他很有熱情 第二個他對國民黨的使命感 每次的大小選舉 他幾乎是認識的不認識的 然後跟他邀約去助選 他都盡可能的答應大家 所以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甚至外島都跑透透 所以跟很多各地的候選人 縣市長都維持不錯一定的交情 連勝文會不會挑戰黨魁機率 越來越高 也讓國民黨7月黨魁大戰 再度埋下變數 歡迎新聞 林志鵬 楊紫玉 台北報導 再來關注 中國禁台灣鳳梨事件延燒 除了台灣民眾團結 用新台幣力挺鳳梨 蔡政府也展現挺農民決心 總統蔡英文更是合體 南部四縣市首長召開挺農民記者會 蔡英文強調 面對不合理的貿易規範 台灣人民要更團結 要組成鳳梨台灣隊 拿著一大盤鳳梨 分給大家吃 台南市長黃偉哲 特地北上推銷鳳梨 強調這可是台南的甜度 佈置黃偉哲 高雄市長陳其邁 嘉義縣長翁張良 屏東縣長潘孟安 歷於南部大頭齊聚 在鳳梨事件爆發後 首度合體總統蔡英文 要挺鳳梨農民 民進黨最重要的支持者 都是在過去都是在南部 他是跟我們鳳梨分布的版圖 是完全百分之百重疊 所以支持民進黨 就要吃鳳梨 我們這幾天 在至少一個禮拜 應該把我們的黨 回裡面中間那個台灣 把它改成鳳梨 連黨會都能拿來開玩笑 陳其邁提到挺民進黨 就要挺鳳梨 還有潘孟安 也拿出鳳梨logo紙袋 掛在脖子上叫賣 連蔡總統都嘖嘖成奇 剛才在旁邊 仔細地聽發現說 我們這四位首長 不但會選舉 而且還會賣鳳梨的 綠營縣市首長 使出渾身解數 因為看看台灣鳳梨田 大多分布中南部 其中又以嘉義台南 高雄和屏東為大宗 佔了全台灣產量的74%以上 正好是民進黨執政區域 外界解讀中國禁鳳梨 需要給綠營下馬圍 面對不合理的貿易規範 不合理的措施 台灣一定會更加的團結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組成了鳳梨台灣隊 蔡總統當母機 帶著四位縣市首長 要組鳳梨國家隊 展現體農民的決心 歡迎新聞領委 徐靖海中 台北報導 好 那麼搶救國產鳳梨 現在是全台動勤來 飯店就搶推了鳳梨大餐 以新鮮的水果入產 另外 台南首長黃偉哲 超前部署先國網購平台 串聯了屏東 高雄 嘉義等 各大鳳梨產區 組成了鳳梨台灣隊 要共同行銷 崩土鳳梨 掌握火候大鍋快炒黑胡椒嫩牛 仔細一看鍋裡浸燃還有鳳梨 水果入菜天然酸味 取代調味料 嚐起來更爽口 鳳梨水去醃的那個牛肉 讓牛肉它有鳳梨的那個自然的酵素 吃起來牛肉就比較嫩一點點 飯店搶推鳳梨入菜 也讓每個月的鳳梨使用量 從550公斤翻倍成長來到1000公斤 挺國產鳳梨全台動起來 台南市長黃偉哲超前部署 推出網購平台 折合銷售力推本土鳳梨 我們也跟屏東 高雄 嘉義等 各大鳳梨產區已經達成了協議 共同協議來行銷我們的台灣鳳梨 實際上落實了這個跨區域行銷 而且共同攜手組織鳳梨台灣隊 包括我們的企業界 包括我們的國營事業 包括我們的消費者 來一起採購我們的鳳梨 所以現在的價格都穩定在平均之上 不需要透過所謂的我們的收購 這樣的一個價格的奠定 我們反而可以維持比過去的 這樣的產區價格更高 無國果農掃點紅苔 不也不讓鳳梨禁令打亂 國內產銷價格 官方努力維穩 要當鳳梨農的最強後盾 淮宇新聞陳明彥 陳妍為林靜廷 黃沛寒 桃園 台南報導 身陷罷免危機的立委陳柏惟 今天也合體張料萬間 莊靜成等人 公開呼籲台中企業 合力認購7萬台金的國產鳳梨 3Q哥大動作挺果農 也被解讀就是在蹭鳳梨熱度 挽救罷免危機 陳柏惟也自嘲 他說自己就像是要被 國民黨下架的台灣土鳳梨 不能坐以待筆 立委陳柏惟 張料萬間 莊靜成排排站 號召台中企業認購7萬台金 國產鳳梨 3Q哥動作很大 也難掩蹭鳳梨禁令的熱度 難道是意在挽救罷免危機 不管有沒有罷免 也不管有沒有疫情 該做的事情我們本來就有在做 這些點點滴滴都會累積 大家會看到 這麼認真還中公主門的 這個慶靜 你要來罷免這個 就是報復性罷免嘛 政治性罷免 就是沒什麼意思 大綠挺小綠 喊話不要報復性罷免 因為繼高雄市議員 黃捷罷免失敗後 陳柏惟也成了藍營鎖定的 下一個箭靶 更是綠營強救的主力 因為綠營內部民調顯示 如果明天就要罷免投票 有超過三成的台中選民 會選擇投下同意罷免票 聯署跟推動的部分的話 民眾都是自動自發 然後就是來完成之後 然後再去找更多的人一起過來 山丘進度如火如荼 第一階段罷免 短短五天就達標 第二階段需要大約 兩萬九千份的聯署書 立憑第三階段的罷免投票 則要超越七萬兩千七百八十一票的門檻 他在立院或社群媒體上幹話 就是你知道嗎 根本就不適合當一個立法委員 是失德失格 我就是台灣鳳梨 你看國民黨要下架我 結果要下架的情況 反而越來越多人來幫我 但也不能這樣子就坐在家裡 想說你不買就算了 我們要想辦法賣其他的國家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的表現 我們在地方的服務 面對罷免浪潮 陳柏惟不敢大意 就怕星星之火 引發燎原大火 只能勤走基層 故莊地方 積極小心應對 華語新聞洪世成 林靖廷 黃沛涵 台中報導 凌智鳳梨我捐款 在高雄有兵店推出鳳梨兵 這名字就叫做梅再怕 除了歌控跟中國嗆聲之外 也結合捐款活動 要把募集的款項 用來幫助台灣的果農 而鳥松國中校方 也特別買了30克的金針鳳梨 來幫全校的師生 營養物參加菜 一大碗綿密清冰 先淋上 用金針鳳梨做成的鳳梨醬 這樣還不夠 大把撒上快裝鳳梨 最後點綴一整片甜滋滋的鳳梨果乾 忍不住食指大動 台灣的鳳梨本來就很甜 所以它在這裡面 我覺得那個口感非常好 可以為台灣的農業經營分離 是一件很好的事 全民停鳳梨 冰品業者 腦筋動得快 這碗冰品名稱 就叫做梅再怕 嗆聲中國意味濃厚 而且創意冰品 還結合捐款活動 店裡的活動 它就是我們吃鳳梨的話 我們就會捐10塊給鳳梨 幫助鳳梨 然後度過這一次的 同樣用行動號召的 還有這群國中生 你們看到這個照片嗎 高雄鳥風國中 特別跟附近果農 採購30顆精段鳳梨 除了運用在雙語課程 這一堂加政課 也讓學生親自學習切鳳梨 幫營養午餐加菜 因為中國大陸 就是拒收我們的鳳梨 所以現在我們的鳳梨很多 得由我們自己台灣的吃 我們希望學生 有了解在地的文化 關懷在地的一個水果 進而藉由雙語 跟我們閱讀的提升 讓學生更多元的視野 挺鳳梨不只是口號 全民用實際行動 展現 團結 力量大 鳳梨 鳳梨 真好吃 讚 歡迎新聞 林維凱 蔡宇志 林嘉倩 高雄報導 而向來對中國主張 兩岸一家親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也選在天然台餐廳辦春酒 桌上就擺滿鳳梨 呼籲兩岸應該用理性態度 來解決問題 也順勢發表了天然台論述 柯文哲主張超越統獨 要撕除藍綠標籤 主席鳳梨好吃嗎 我吃什麼都很想我自己吃什麼 桌上明明還有其他菜 但鳳梨卻硬生生成為主角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三日中午跟中央委員吃春酒 跟主席這麼久沒有吃過這麼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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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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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黨什麼時候有吃過這麼好 對 本黨什麼時候有吃過這麼好 同桌吃飯 不忘幫柯文哲夾菜 15名中央委員加秘書長 攜開一桌 民眾黨展現團結氣勢 選了餐廳名字也很有選機 我覺得這餐廳還蠻有趣的天然台 要用哪一個字來代表民眾黨 我說台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天然獨那句話是不對 應該叫天然台的 不滿近日遭貼小藍小綠標籤 柯文哲重申天然台論述 希望能夠超越統獨 只不過一向主張兩岸一家親的他 面對中國打壓台灣鳳梨 這回也硬起來 兩岸一家親只是個態度 也要有親善的行為 所以不要隨便把鳳梨停掉 中國自然自取為是一個大國 它就應該有大國的風範 所以這種無預警的停掉 這種鳳梨進口 只是讓台灣人更不爽而已 對他也沒有好處 跟台灣民眾站在同一陣線 只不過先是跟藍營同台 又組織綠色連線 這回再提天然台的 超越統獨論點 柯文哲動作頻頻 矛起來搶攻中間選民 黃偉軒 宇德晴賴品君 特別報導 好 根據統計 台灣不運證發聲率 約為百分之十五 為此醫界也積極 和生技公司攜手研究 首度將RNA技術 應用在生殖醫學上 面對懷疑很開心 但是就是不敢開心太久 分享第二胎的球子路 真的一言難盡 38歲的黃小姐歷經九次流產 找上新光醫院團隊 第十次終於懷上二寶 現在肚子裡的小寶貝 已經二十週大 我看了很多醫生 大部分都說是沒問題都幾率 就是看到超音波上面的寶寶 是不會動的 然後沒有心跳的 就是其實那記憶是很深刻的 然後我會覺得說 很希望再把寶寶生回來 不敢相信33歲 順利生下第一個男寶寶後 隔年再懷孕 卻一直保不住孩子 這樣的狀況足足有五年 求診花了上百萬 而全球有高達1.86億人不運 國健署統計 台灣不運證發聲率約百分之十五 也就是七對夫妻就有一對不運 其中三分之一的流產問題 都和黃小姐一樣 胚胎沒在對的時間點著床 患者她流產很多次 她內膜是比較薄的 她內膜非常薄 她真的內膜是改變的 改變了24個小時 那24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依照這個檢驗的結果 延後24小時植入 也就順利成功了 這項技術MicroRNA 也就是為核糖核酸支持基因調控 近期大量應用在新冠疫苗上 這次首度用在生殖醫學檢測 找到著床最好時間植入胚胎 檢驗技術的話 就是說可以去分析說 這個著床時間精準到小時 找出了真正的原因 找出最適合著著床的時間 不需要在任何額外的醫療 首度將RNA技術應用在生殖醫學上 未來渴望為更多不運證患者 帶來生育曙光 黃宇新聞郭彥廷 黃韻竹台北報導 產業焦點面板大廠群創光電 會為三年再度舉辦實體法說會 受到疫情衝擊 宅經濟發酵 也讓面板需求暢旺 去年第四季大賺84.4億元 轉輝為營 一百二十吋超大螢幕 一百二十吋超大螢幕搭載 迷你LED背光顯示技術 展現逼真解析度 疫情促使宅商機爆發 也推升面板高度需求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今年一整年的面板產業的景氣怎麼樣 那如同上面我們寫的是 今年一整年面板的供需 能供不應求 大家所提到的 不管是我放 home 或者 education from home 最重要我們認為它是一個 對於產業結構性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面板也可能不再像是過往 所以這景氣的這個 上下波當的震動而已 睽違三年面板大廠群創 召開實體法說會 這也是董事長洪敬陽的處女秀 受惠需求暢望 事況渴望先蹲後跳 拉長時間觀察 2019年出貨量1.63億片 2020年受疫情影響 衰退到1.41億片 2021年有望衝上1.55億片 面板景氣轉好 偏偏眼前又有缺料 缺工 缺貨櫃 三缺大考驗 那同時呢 原先我們有一些buffer的庫存 我們當然現在千架都不夠 當然沒辦法打工 那我們就得快速的大中小 不同世代自己做調度 走過低潮面板雙虎 營運也爆起 尤達去年第四季 搭賺84.4億元 EPS0.89元 群創去年第四季 淨利101.4億元 每股營運1.04元 我們的毛利率我們覺得 我們還可以再往上挑戰 非顯四季產業的營收 漸進式的拉大 剛性需求助攻展望2021年 楊祝祥給了營運樂觀謹慎的處方 也替面板市場打了一劑 搶行針 環宇新聞王家姐 一定要聽台北報導 請您繼續鎖定環宇新聞網 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 請評論 請賺到第一次 端支撐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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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